你说这个施老板 简直就是喝人血 拔人皮的叶叉 咱们在这儿干了一天 也不说让咱们休息休息 一个月就给咱们那点薪水 这活活想把人累死了 没办法 这朗里春啊不行了 现在啊 整个行当都不景气 在这施航路啊 好歹有个活干啊 你说这不是骗人吗 你说为了降低成本 就加了这么多油脂 这个姓氏的 简直就是一个黑心的老板 缺了大德了 叫我说呀 这朗里春也好不到哪儿去 谁也甭说谁了 谁卖谁遭殃啊 吃亏的都是咱老百姓 你说他这不是扳石头 砸自己的脚吗 你说照这样做下去 那不都成一锤子满了吗 也不知道这帮做生意的 你说头脑是精啊 还是傻 抽条勾兑也就算了 你闻闻这油脂的味儿 这哪儿是什么好油脂啊 不知道从哪儿地下弄的 走走走走 这种油脂并不整 这种油脂并不整 你去哪儿是钙 这下厚土的味道 你还没想要 这些什么东西 这种漆汁 这种是白理 是白理 批击 你吗 我睁得了 那个 你成了 最后还是 我想要 你就能不能 此夺 我 你不是 你给我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叔 这次多亏了您 要不然工坊真的该停工了 慢慢来 好事呢还在后边呢 叔 真应该听您的 对对 叔 这天色也不早了 我就不打扰您休息了 我回去了 好 早得回去休息 路上小心啊 谢谢叔 不客气 老爷 老爷 来 喝点红豆羹啊 老月明走了 老爷 你怎么给他那么多钱呢 你懂什么 这小子吃里扒外 他让朗里春卫咱们代工啊 如果我不给他一点好处 又怎么能够引他上钩呢 哎呀 真没想到 这朗四年刚一走啊 朗家看上去就像要败的样子 我忍气吞声的 让朗四年 骑在我的脖子上这么多年了 现在 也该得我翻身的时候了 阿文哪 你这是去哪儿啊 要不要吃一碗红豆羹啊 阿文 阿文 这孩子 老爷 你看 阿文他这是怎么了 老爷 你 你怎么一点都不关心阿文哪 他可是你的儿子 你这怎么当爹的 老爷啊 我觉得你们父子俩的关系 现在越来越冷淡了 这可不好 阿文虽然表面上 看上去是笨笨的 但他可是大只若鱼 心里可有想法了 你千万别看不起他 娘 我哥没在啊 没看见他呀 我有点事想跟您说 你说吧 我去给你添双碗筷 不用了 有什么话你就说吧 我怀疑 我哥跟施行路有关系 因为我在施行路 看见了咱们家尽的原谅 你说这事啊 您知道这事啊 这事你别管了 不是 娘 这事怎么能不管呢 要是这么干下去的话 会砸了朗里春的招牌的 要是爹在的话 他也不能同意啊 我不让干的事情多了 你有没有听啊 我们朗家现在什么情况 你不是不清楚 多亏了岳明想到了这个办法 盘活了点资金 否则真是不堪设想 我们朗家现在是绝处逢生 你还在挑三挑四 我问你 你有为朗家做过什么呀 我问你 月轩 你看到今天有人进我房间吗 现在爹不在 家里就是娘和大哥说了算 你做什么都是无济于事的 嫂子 这样下去 朗家就完了 月轩你怎么就是不明白呢 只要朗里春不倒 用什么手段根本不重要 现在谁能够帮朗里春渡过难关 谁就是朗家的功臣 爹他思想陈旧 一直被诗行录牵着鼻子走 朗里春是保证了质量 但为什么如今 却落得要和诗行录分一杯羹呢 你怎么就不想想其中的道理 我只知道我答应过爹 不能让朗家破罐子破摔了 过两天连摔都没得摔了 你还是实际一点吧 嫂子 不管怎么样 我不能看着我哥 把朗里春当成破烂一样卖出去 你知道朗里春的每一瓶东西 都是朗家人的心血 你只是姓朗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 你根本不属于朗家 是 你说得对 可是我想问你 你这么做 对你有什么好处吗 看着别人都很可怜 束手无策 最后你也眼睁睁地 看着这个家毁了 你就高兴了是吗 我没有 没有 可你就是这么想的 你只知道把所有的布满 都嫁接在老家的身上 你想过你自己吧 你想过你自己 到底为什么活着吗 每次看到你跟海棠 成双成对的时候 为什么 为什么顾海棠 就可以得到他想要的一切 而我的一生却如此悲惨 难道是我不配吗 是我不配得到幸福吗 现在这些都已经不重要了 是老板 说好的事儿 你总得给我一个交代吧 我这儿一切都已经打算好了 你光打算有什么用啊 这事儿咱们是说好的 现在盖你出手了 你怎么还畏首畏尾了呢你 龙大帅 一切就按照咱们谈好的办法 这点您放心 目前只是时间问题 您得稍安勿躁啊 等到朗家一垮 到时候您要什么就有什么了 我是真等不及了 你是不知道啊 我手底下那些兵 是天天跟我伸手要钱呢 我真坐不住了 老兄 龙大帅您可得坐稳了 有我在您一切都不用担心 再多等两天吧 咱们的事已经边框边搂地 在收口了 就差最后一步 您可得沉住气了 行 我就再等你两天 你可要抓紧了 大帅请放心 我走了 你怎么那么客气啊 按理说之前 我们都不该要 像你这么好的街坊 我们哪里去找啊 谢谢叔 谢谢婶子 你们多保重 我们会经常来看你们的 海棠啊 你有什么困难 就跟婶子说 家里缺啥少啥的 只要婶子家有的 你尽管去拿 千万别跟婶子客气 对对 海棠啊 咱们都是老邻居了 以后有什么困难 你就回来 对啊 有什么需要直说 谢谢大家 谢谢 你们 大家也多多保重身体 我和夏克先走了 保重啊 你们常回来啊 你们慢走啊 走了 海棠 有个事叔想告诉你 先前有人找你娘 去给别人 置办入恋的事 我跟那个人打过照面 知道你们家 是从外地过来的 平时啊 也没什么亲戚 可以走动的 所以 有一个陌生人 在你家门口 我就多看了几眼 你们家着火那天 我发现一个人 在你们家附近转悠 好像 就是那天 接你们母子的 那个人吧 叔 那个人是不是高高瘦瘦的 不太胖 但不敢确认 只是有一点像 谢谢叔 我们先走了 海棠 今后有什么事情 跟叔说 大家都是相礼相亲的 没事啊 谢谢叔 来碗面吧 刚出锅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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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缠工 回来呢 就是想告诉你 从今以后 你走你的阳关道 我过我的独木桥 咱们互不侵犯 互不干扰 听懂了吗 我听不懂 这事跟我没关系 你用不着恨我 我看我今天就不该来 我就只是想跟你说清楚 冤有头 战有主 你干吗非要牵连我呀 你们都是一窝的 谁知道你现在心里 还憋着什么坏主意 夏合 那我问你 你跟我相处那么长时间 我坑过你吗 我骗过你吗 我有做过对不起你的事吗 还有我哥朗月轩 他骗过你姐 坑过你姐吗 他有做过对不起你姐的事吗 顾夏合 你平时那么聪明 做事深思熟虑 是不是这一次 一定要认为是朗月轩干的 他那么爱你姐 那么尊敬你娘 对你又那么好 他为什么要去放火 他的动机是什么 你有想过吗 这几天我一直也没睡好 就想着肯定不是他干的 在事实查清楚之前 他脱不了干系 虽然我也觉得有些蹊跷 夏合 我我向你保证 这件事绝对不是朗月轩干的 如果是他干的 我就死给你看 我朗轻轻说的话 言出必行 在事情查清楚之前 我这条命就是你的了 如果真的是朗月轩干的 我就陪他一块儿死 就当是给你娘赔罪了 其实在那件事发生以后 我也想了很多 我也觉得朗月轩 好像没有理由干这事 但是 但是现在又没有证据 能够证明不是他干的 所以我现在也很矛盾 夏合 我不想因为他们的事情 耽误我们之间的感情 但是咱们两家现在是仇人 你那么聪明 你想想办法 我没办法 我姐要是知道 我今天出来找你 回去非得跟我断了关系 这么严重啊 但你还是来了 你还是喜欢我的 朗轻轻 咱们现在说这些 还有什么意义 你还记得我给你看的那本小说 罗密欧与朱丽叶吗 咱们两家现在有了仇恨 但不能阻碍我们的爱情 爱情是伟大的 是不能背叛的 咱们之间这是爱情吗 那你喜欢我吗 睡不着的时候会不会想到我 会不会不经意间就想起我 见到我的时候 有没有心跳加速的感觉 你说话呀 有时候有 我也有 这就是爱情 夏和 你不觉得我们很像罗密欧 与朱丽叶吗 没有人可以阻挡我们的爱情 你愿意跟我一起坚守它吗 可是我怎么记得 最后你俩都死了 为了爱情而死 你不觉得很浪漫吗 要不我们就私奔吧 我有钱 我有很多钱 我们去哪儿都可以 快点 清清 自从我娘死了以后 我姐就跟变了个人似的 我知道她在想什么 她现在过得很艰难 我必须陪着她 跟她把这个家重新扛起来 我知道 咱们俩从小家庭环境不一样 你看的是罗密欧与朱丽叶 我看的是梁山波与朱莹潭 道理我都懂 但是现在在爱情和我姐之间 我必须选择我姐 那你就把我带去你家 我们跟你姐一块儿过 清清 现在在这个世界上 我只有我姐这么一个亲人了 你还有我 我会一直陪着你的 事情一定会查清楚的 我们一定会在一起的 卖花嘞 海棠 卖花 海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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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跟你说 你给我几分钟好不好 你看这个 这是我在火灾现场找到的 纵火者就是拿这种油脂纵火的 这种油脂很不常见 它是一种低成本 很廉价的油脂 我查过了 这种油脂一般用于矿场 还有造船厂 可是我们昆阳乃至周围 都没有这样的工厂 还有这个 这是我在施航路找到的 这里面的油脂 跟我在火灾现场找到的 是一模一样的 你能相信我说的吗 我知道 我知道我让你说委屈了 但是你一定要相信我 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做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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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轩 是我错怪你了 是我让你受委屈了 是施济者 给了我一本 芙蓉膏的残本 虽然那上面 没有了最后一页 但它确实是我爹 留下来的遗物 我一直在想 他是怎么拿到 那个残本的 对不起 果然 他对我说的一切 跟我娘回忆起来的 那些事情 完全是不一样的 你刚刚跟我说的这些 也帮我印证了 之前我所有的怀疑 全部都是对的 海棠 这件事情 还需要你爹 回来跟他对质一下 施济周说 你爹当初是因为 想要拿到芙蓉膏的配方 所以杀死了我爹 现在看来 都是他在胡说八道的 整件事情 你爹是知情者 所以这个谜底 需要他来揭开 全数往回打了个电话 只报了个平安 别的什么都没说 施济周急于求成 施济周急于求成 他倾信于 我能够完成这个芙蓉膏 可是 我离成功还差着一步之遥 月轩 想要查出真相 还需要你配合 继续演完这出戏 我们一定会把这件事 查个水落石出的 给你娘报仇 这段时间 让你受委屈了 找我们俩在一起 别的我都不在乎 朗家现在是名存实亡 施济周呢 跟我玩拖子绝 老师 该我做的 我都已经做到了 可这小子就是 不拿出钱来 我怕来硬的呢 咱们又竹篮打水一场空 大帅 咱们现在干等 也不是什么办法 那群守在城外的兄弟 可没有这么好的耐心啊 我就怕夜长梦多啊 你先回去稳住部队 我再想想别的办法 好 这些兄弟 跟我都是有过命的矫情 我能够拖住他们 但是千万 可不能拖得太久 我懂 好 你真让人瞧不起 堂堂镇守昆杨的 威武大将军 居然为了利益 跟施济周勾结在一起 而迫害朗家 你难道已经忘了 朗家对你的恩情了吗 是谁在你最危难的时候 挺身而出的 爹 你怎么能跟施济周 这种小人为伍呢 你让我以后出去 还怎么见别人 我这不是为了你 为了咱们这个家吗 为了家 这还有个家的样子吗 你的那些姨太太 只有在你口袋里 揣着钱的时候 他们才肯出现 你要是真的为了我好 你就去好好 整动一下军队 好好去帮帮朗家 你根本就不了解情况 现在前方吃紧 前线部队是节节败退 你爹我现在正需要一笔钱 来稳定军心 跟施济周合伙瓜分朗家 实属下策 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施济周他就是个小人 你就不怕被他利用了 一脚把你给蹬了 爹 到时候你的一世英明 就毁于一旦了 要钱没钱 要权没权 谁还敢跟着你闯天下呀 我也意识到 这问题的严重性了 莫华 这说来说去 只有你是真正的为爹着急啊 你是我爹 我不为你着急 我为谁着急啊 施济周他八成 是没憋什么好批 你爹我 你爹我现在也是进退了难哪 你以为你们两个互相利用 你就能占到便宜啊 到时候吃亏的人是你 你现在反倒应该去帮助朗家 绝对不能让施济周得了便宜 不然到时候有你后悔的 你爹我差点 就被施济周给利用了 这一点啊 你比我强 我这不叫比你强 我这是旁观者清 你现在一门心思啊 都在等着那个施济周 给你送军饷 你已经被他牢牢给套死了 那你说怎么办啊 帮月轩 帮他 施济周已经把芙蓉膏 炒得沸沸扬扬的了 这个时候 我们应该想办法 让海棠把芙蓉膏带回朗家 我们再站在朗家这边 说不定事情 还有回转的余地 那这么一来 岂不是帮着朗月轩 和他顾海棠走到一起了 那岂不是 委屈你了 他俩早就在一起了 月轩心里是容不下我的 我早就想明白了 爹 你也应该想明白 施济周这个人 是千万不能帮的 简直就是下下策 好 是是是 好 我听明白了 您放心 绝对准时交货 好的 谢谢您啊 再见 海棠 是老板 辛苦你了 这没什么辛苦的 能够做这些熟悉的工作 让我觉得过得很充实 我知道这工厂里啊 已经在超负荷的运营了 都是一些老客户 没有办法拒绝的 海棠 刚才我还接了好几个电话 让咱们赶工呢 所以你得辛苦辛苦 多加电班了 没问题 这个产品的美白效果 已经被方尖传得神乎其神了 咱们可得加把劲了 海棠啊 你现在能空出点时间吗 有点事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好 请 请 这个 这话 我该怎么跟你说才好呢 是 老板 你有话直说就行了 你帮我这么大一个忙 无论什么事情 我都应该还你这个人情 海棠 你可千万别这么说 虽然我全心全意的付出 都是为了你的爹爹 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 要你回报是吗 如果我爹在的话 他也会这么说的 海棠啊 你呀 是个天才啊 我是个商人 我能做的 我能做的就是把你所需要的条件给你 再把你的产品推广出去 这是我们目前最理想的合作关系 不过 我们目前的合作还仅止于是分账模式而已啊 那您的意思是 我是不希望啊 你在生意上的事分心了 这对我来说是极大的损失啊 因为你根本就无暇去顾忌到一个产品的制作和运营 所以我想付你一笔钱买下你芙蓉膏的配方 不过我保证啊 这笔钱一定远远超出你的想象啊 是 老板 按理说呢 这个芙蓉膏我应该分文不取地送给您 可是 这个芙蓉膏是我爹在这个世界上 留给我的最后一样东西 如果我把它卖了 我跟我爹最后的念想 也就被我搞丢了 而且我希望这个芙蓉膏 能够在我的手上得到传承 还我爹一个心愿 是是是 你的想法我非常地认同啊 但是你把芙蓉膏交给我 我一定竭尽所能地去推广它呀 而且这芙蓉膏的创世 也永远属于你们顾家呀 海棠 这世间万物都有个价 我相信这芙蓉膏在你心里头 也肯定有个价 你说出来 我们也好商量商量 你该不会 真要我拿整个十行路来跟你换吧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倒是可以考虑一下 海棠 海棠 我真佩服你有这高超的技术 不过 咱们化妆品这个行业呀 一向讲究的是推陈出新呢 产品革新的速度非常快 所以 这为了长远之计 我想你还是回去好好想想才是 看得出来 您是真心想要这个芙蓉膏 让我想想吧 不过 不能抵御我刚刚开的条件 施老板 您是商人 怎么样合适 您比我清楚 我先去忙了 我先去忙了 尚师傅 少爷 少爷 尚师傅 这宫坊里面的人呢 罢工了 罢工了 为什么呀 发不出工资 大少爷 您快想想办法吧 朗里春工房停工 这是百年难遇的大新闻 传出去可不得了啊 尚师傅 您先不要着急啊 我会想办法的 你 你 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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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事那么紧张啊 月明啊 叔 这次无论如何 您得再支我一笔钱 冷里春停工了 啊 什么 发不出工资 工人们都罢工了呀 怎么会这样呢 怎么会这样呢 那些钱都上哪儿去了 我看朗里春不是一直都好好的吗 这可不得了啊 这要是传了出去 不光是丢了朗里春的脸 恐怕是咱们整个昆阳人的脸呢 可不是吗 所以您得帮帮我 让我渡过这个难关呀 但现在这世道不好啊 我这里唯一畅销的芙蓉膏 那原材料的这个配方 价格昂贵着呢 我也在想办法呀 这你的事 我真是有心无力呀 不过咱们俩输之一场 我也绝不会袖手旁观的 要不这样吧 你能够帮我一个忙的话 对咱们俩绝对都会有好处 说 您说 我要你从顾海棠的手里 把芙蓉膏的秘方给我弄到手 我保证啊 帮你渡过难关 而且咱们心仗旧仗 从此一笔勾销 可是叔 顾海棠视芙蓉膏的秘方如己命 我根本就拿不到呀 这事如果好办的话 我还找你干吗呀 叔 您哪 是不了解顾海棠这个人 他脾气倔得很 他怎么可能会给我呢 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 把他给我弄到手 我要的就是芙蓉膏 知道吗 你好好想想吧 有了芙蓉膏啊 什么都有了 你要什么样的女人 都可以到手 你 hyd About her 我这样就可以了 你给你用 sulph categor这ела 好想到我 或者你戴她的一切 pelig섯 trusted тай 海棠 玉鸣 你怎么来了 你被施济周利用了 我能处理好 他把你利用完 就会把你一脚踢开的 你这么聪明 怎么这件事都想不到呢 你有什么话 就直说吧 今天我来 就是担心施济周 会为了拿到秘方 对你使出卑鄙的手段 我有分寸 我能处理好你放心吧 那你 真的打算把秘方 卖给施济周吗 那个秘方是我爹留给我的 最后一样东西 我不可能给任何人的 那你看这样好不好 我们一起合作 你带着秘方离开施航路 我重新给你找工坊生产 然后改头换面 重新上市 这样一来啊 一可以赚钱 二可以保住秘方 你看怎么样 月明 说了半天 是你想要这个芙蓉膏 不是 施济周想利用芙蓉膏 来垄断整个行业 要到了那个地步的话 我们都得完蛋呢 我和施济周 合作的目的很单纯 就是想一起联手 灭掉你们朗里春 海棠 你真的是误会我们了 朗里春根本就没有做什么 对不起你的事 从我被朗里春赶出来的 那一天开始 我就不再是以前的 不顾海棠了 没什么事的话 我先走了 海棠 诗老板 胡副官 胡副官笼络了龙德水 大部分人马 只要您到时候 来个里应外合 这昆阳城 可就是咱们的了 诗老板 好久不见哪 我这人枪马炮 都预备好了 你这边开锅 我就下货 龙德水现在没有我的支持 根本就是光杆司令一个 龙德水不找水 咱们一起看着这条龙 是怎么汗似在我们脚下的 我还有一事相求 说吧 石老板 我不希望 再看到朗司年回到昆阳 这个石老板不用担心 城外的事 我会安排妥当的 老爷 老爷 你没事吧 老爷 我早就算到 石济州会想办法 把我治出昆阳 然后对我下毒手 咱们得赶紧回去 家里恐有不测 老爷 你现在已经离开了昆阳 主事又不在 石济州现在一定是 猥琐于为 他这个人现在是 狗鸡跳墙 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现在 只有把所有的希望 寄托在月轩的身上 希望他能够力挽狂澜 坚持到我回去 老爷 现在是时候 该和石济州 做一个了断了 这些天 我一直在反省自己 我这个一家之主没有当好 我太懦弱了 老爷 老爷 现在都这个时候了 咱们别说了 还是赶紧走吧 少爷 娘 月轩 月轩 请 不愿意 我也清楚 你爹知道这件事后 会有多生气 但又有谁 知道我有苦衷的 因为这个家苦心操劳 我又那么不让您省心 我对不起您的养育之恩 月轩 娘没逼你 娘是不能看着你走上外路 你是家里的顶梁柱 在这个时候 你不可以分析 咱们家出了这么多变故 你爹又被奸人使渣 支出千里之外 娘现在真的很担心 郎家祖宗留下的这份家业 会混在我的手上 我是不得已 才对月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月轩 你要真口气 别让你爹回来的时候 连家门都找不着 我一定会有办法 我不会让老家就这么垮掉她 郎家一日不如一日 你跟月明一定要把朗里春撑住 千万别让娘成了朗家的罪人 如果出了什么事 你爹回来我就没脸见她了 月轩你跟顾海棠 还有月明 你们所有的症结 所有的恩怨 都在顾海棠身上 月轩 你就不想看到娘好起来吗 娘这是心病 吃多少药都没有用 这心病是你惹起来的 只有你才能治好娘的病 你懂吗 您听我一句话 现在能救老家的 只有海棠